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经常跟他们讲芹菜 芹菜里面有抗癌的物质 什么香菇可以降血压 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我今天血压高了 我吃两根香菇它就能够当到药来吃 这不太可能 它其实告诉我们 中医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你经常会吃一些香菇 吃一些芹菜 吃一些出纤维的东西 慢慢慢慢地积累 击沙成塔 千涓成河 它就能够让你的身体达到一定的平衡 对 但现在年轻人就这样 就是一边吞着那些保健品 然后一边熬大叶 好 我的汤差不多了 生奇冬瓜鸡丝汤 鸡丝汤感觉很美味 对 这个就对你来说是很健康的 那我也做一个抹茶新冰了 先放点来点冰 好喝的东西都是要是冰的 是 很多对女孩子的伤害也来源于冰 对 其实尤其是体重较大的人 更不应该吃冰的 道理我都懂 是 是这样的 做不到 对身体好的那些视频 我全都给他码下来了 这个道理我吃东西真的是不一样 道理是从嘴里边往外走的 道理不要吃冰的 不要吃甜的 不要熬夜 都是从嘴里往外走的 而真正的冰 甜的 大家都是从外面往嘴里敬的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你能告诉我它为什么叫心冰乐吗 请问心是指什么 乐是喝完以后很快乐 心应该是他们的牌子的名字 哦 是大 对对是啊 然后心冰然后乐就是 高兴 快乐 对 主要是因为减肥的时候啊 我们会特别缠甜食 嗯 就馋主食甜食是两大馋 之前说主食用摩浴食来代替 然后甜食的话呢 偶尔就喝这些 哇 对而且我们有时你其实减肥的时候你要喝很多东西 因为你要这时候要做很多运动嘛 它会补充很多 它会让你喝一些蛋白粉呀 喝一些什么补充身体的能量的东西啊 甚至我之前遇到健身的人就是到健身到后期的时候 他们要吃很多来补充它蛋白质 他们直接把鸡胸肉打成汁来喝 那不就是肉酱吗 确实有点腥 他们就把所有的卷好的 比如说坚果类 然后蛋白粉 鸡胸肉 咔打成一下 然后这样吞进去 还有喝那个生鸡蛋呢 我以前也爱 我真的不明白生鸡蛋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有那么多寄生虫在里面 你煮熟了 哪有无菌蛋 有 那个鸡怎么知道它身体无菌 它是出来之后杀的菌 你紫外线去杀 那其实对它的营养已经有破坏了 那生的和熟的有区别吗 口感上肯定不一样 不只是生的跟熟的 生的到熟之间 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种熟法 但每一个口感都不一样 然后马来西亚的有一个经典早餐是半生熟的蛋 对 它是要吃细细的 然后沾那个面包吃 你们在吃鸡蛋这个问题上 还没有完全进化成功 没有 那个好吃了 真的要推荐你 下次老师在家里试一下 你把热水煮开了 然后把蛋放进去 然后就把火关了 然后把蛋放进去 六分钟出来 就是靠它的那个热度 慢慢给它闷熟的 对 六分钟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应该推荐你去我们南方吃一种毛鸡蛋 那个我听说过 我那个不太敢吃 尝尝你的心冰乐 你挺好喝的 好喝 我也喝过心冰乐 说实话 健康的东西和不健康的东西比 是没那么好喝 对 因为它这个抹茶不带糖的时候就是这么涩的 那你不要抹茶好了 那不行 不要抹茶是蛋白分饮料 但抹茶香啊 嗯 还不错 对 好 可以开动了 我先给你盛一点汤 好 你看现在东南亚 嗯 自古以来呢 其实都是受大中华文化圈的影响 嗯 原来我们有正和下西洋 嗯 然后有下南洋 现在又有我们的一带一路 越来越把我们和整个东南亚联系在一起 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 从马来西亚来中国发展的 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机遇 哦 那一个人在北京待着 你交往的朋友是本地人多 还是外地人多 北漂的族群多 哦 我的 我有个室友 室友是普尔人 云南 云南人 嗯 然后像肖肖他们都是成都人 跟我一样 对 对 成都人 然后还有很多东北的朋友 嗯 北京的朋友好像 我倒是真的没有太多 因为现在外地人太多了 嗯 我当年来北京 只能够跟本地人交朋友 哦 因为像我这样的北漂很少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能够很深入的了解北京 嗯 然后就会深入到胡同里面 去到别人的家里 嗯 跟他们一起吃饭 因为北方的食材 在那个年代并不丰富 嗯 我每次从成都到北京都会带好多蔬菜 他们都没有见过 嗯 什么豌豆尖啊 你也不知道 豌豆尖我知道 啊 什么焦白啊 那些东西我给带过来 大家就非常高兴 当然我也在北京吃到了很多 我根本没有把想象的食物 嗯 比如饺子 嗯 我们四川人只会包韭菜猪肉馅 没想到到北京还能够吃到西红柿馅饺饺 我还没吃过西红柿馅 对啊 怕把西红柿包在脚子里 哇 叹为观止 嗯 当然那段时间你就得去想 嗯 如何交到朋友 对 然后消磨你的乡愁 对 如何吃到好吃的东西 让你的口味和当地融合 嗯 还有就是如何赚到钱来养活自己 嗯 你就很容易了 你就有了那个公司帮你 嗯 你是不是就完全就是挣着公司 发的钱就够了 也没有够吧 我现在也不是自己开了一个炸鸡店 对 哦 原来 哦 原来是老板 哎呀 失敬失敬 没有没有没有 小事业 小事业 当时是为了为什么要开展第二职业 就是为了有一个安全感 怕哪一天马东翻脸不认人 对 我就觉得演艺生涯 我也觉得演艺生涯很短 我觉得我差不多五年 我就差不多到头了 哎 不会不会 辩论这个东西靠的是才华 口才 又不靠颜值 你可以一直说到老啊 可以说到马东那么大 但题材就那么多 都快都开始枯竭了 你放心 你现在把你最忠实的观众找来 你说你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都忘掉 你重新再说一遍他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能这样就不断地延展自己的演艺生涯 不断地重复 那重复重复 对 也是啊 老师就在这里都待了十几年了 是吧 演艺生涯多少年了 我演艺生涯短 我三十岁才开始做主持人 嗯 也就二十来年了 那不叫短了吧 二十来年很长了 我觉得我还能够继续下去 虽然说不一定那么被被人家追捧 那么被人需要 但是偶尔做做节目还是可以做下去 因为我们都一样不靠颜值 对 靠颜值可能时间会再短一点 好 感谢各位 希望节目结束 但是你的好身材 能够陪伴你幸福的一生